首先我們帶觀眾朋友們 來關心的就是台海危機 是不是又要升級了 在禮拜四的時候 央視罕見的這個播出了 在台灣南北兩地方 要進行的一個解放軍 軍演的一個演習的一個片段 沒有想到正好禮拜五的時候 我們的國防部也大動作了 播出了我們國防部的一個影片 馬上進行來反擊 而且這個影片叫做 好戰必亡 台海的危機是不是即將升級 到底會不會打仗 最近是我所有朋友 最近大家在討論的畫面 這我們現在看到這畫面 是國防部播的影片 就在禮拜五 國防部特別播出來 他說什麼好戰必亡 亡戰必違 所以說整件事情 其實台海局勢看起來 是非常非常緊張 好像我們也準備好了 對啊 也準備好了 因為播出這個畫面的前一天 中國央視也播出他們 大量包含杭州艦 泰州艦 還有徐州艦的演習畫面 所以到底怎麼會打仗 大家都很害怕 我朋友之間每天都在討論說 到底會不會打仗 然後疑問我答案 我的答案應該是 目前中國還沒準備好 這比較像是現在的狀況 是這樣子 因為你們兩邊 可以看兩邊局勢 對於中國來說 他的演習是非常非常強硬的 他演習的過程 他們的官媒或解放之間喊話 也很強硬 還記得央視播出這個影片的時候 特別講什麼嗎 要把台灣關門打狗 他說什麼 在海峽兩岸的南北兩端 都發出演習 然後也在海峽這邊演習 所以說對台灣叫做 三面合圍 關門打狗 所以說解放軍嘴巴上 講的是非常非常的硬 所以你觀察到 所有中國目前的媒體 或者是公開發言 都在跟美國講說 我們現在很好... 比如說禮拜四最新的人民日報 寫出一篇社評 特別他點出什麼 中美兩國何則兩立 鬥則俱傷 中美之間迫切需要開啟新的對話 而且他用迫切兩個字 換句話說 這個問題根本性 不是中國跟台灣的問題 而是中國跟美國掰碗路 有沒有結果 或是中國有沒有 悉心會贏的問題 這是人民日報最新的設定 再往前移一點 崔天凱就是中國駐美大使 特別說什麼東西 他說希望現在 以川普改善的關係 不要等到下一屆 你看喔 人民日報用迫切 崔天凱用什麼 用現在 中國道路之前是戰狼外交 戰狼外交 現在全部都要 現在變貴賓狗外交 對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戰狼外交是看到什麼都咬 貴賓狗外交是主人在旁邊 的時候叫很大聲 主人不在說乖的跟什麼樣 完全是不一樣 所以人家犧牲 現在變貴賓狗外交 好了 我講完人民日報 講完崔天凱 現在在講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大家討論一個禮拜 對不對 還跟中國 中國還要跟美國跟台灣 大家打勾勾 約好不開第一槍 為什麼要打勾勾約好 不開第一槍 誰跟你打勾勾 因為他們確實沒有在現在 做好戰爭的準備 我這樣講有四個吉祥 確實對於中國來說 客觀比不對中國來說 壓力比較大 第一個吉祥就是最新的 就是姚誠 姚誠是中國海軍司令部 忠孝推議 坦白說我們都知道 所有的司令部 忠孝是最中間的幹部 其實苦才是他們在擔 所以他對於中國的軍事 是非常非常理解 他特別投書說 以中共目前的攻台計畫 以現在來看還差三年 一個現在時間還沒準備好 絕對不是在現在打仗的時間 他的用詞叫做 中共目前的裝備還不到位 然後中共的戰鬥力 還沒有完全形成 現在是美軍對中國 打擊最好的時機 到底中國大陸的解放軍 他們的軍備能力到底是怎樣 比如說我們最近看到一個畫面 是解放軍的殲20 殲20要出去他們跑道的時候 那個跑道畫面非常非常奇怪 就是殲20它的敵意 你看這個畫面 它下面是有個黃色的線 這個有黃色的線 在全世界各國的標準都是一樣 你上課的第一堂課就告訴你 敵意要對準這個黃線 你有看過去切西瓜的嗎 我們國小的第一課 跑操場切西瓜都被罵 可是這個殲20 殲20是什麼概念 殲20是中國目前最先進的隱形戰鬥機 換句話說上面的所謂的飛行員 是中國訓練最精量的 它等同於美國的F-35的隱形戰鬥機 結果這個飛行員出航道的時候 竟然會去切西瓜 然後這個畫面 在所有軍事裡面瘋傳 因為大家從來沒有看過 一個先進的戰鬥機會切西瓜 這只會有兩種可能 一種是軍心換散 不把這當一回事 另外一個就是他訓練的不好 訓練不精良 所以說不管是哪個兩個原因 都會讓人家覺得說 解放軍真的訓練大有問題 我剛剛看那個影片的時候 他在切西瓜的時候 其實有驚無險你知道嗎 因為他的轉角幅度太大了 第二件事情是對於美國來說 他也沒在怕的 你看我們盤子上 美軍最近在台灣到底多少演習 中共在那邊嗆聲說 要對台灣環島大演習對不對 抱歉 美軍早就環島大演習了 我們先講海軍的部分 先講馬斯廷號 馬斯廷號這件事情 8月18號大家都非常非常興奮 對不對 馬斯廷號通過台灣海峽 不是新聞 而是他是經過以台灣海峽 以西的部分通過台灣海峽 換句話說 他非常靠近中國的內陸 而且重點是這個馬斯廷號 上面配備什麼東西 海對陸的巡迷飛彈 換句話說馬斯廷號 實彈越過海峽 中間以西的時候 所有中國西部沿海城市 都在他的海對陸的 打擊飛彈的範圍之內 更謊論了我們都知道 8月16 8月17 各有B1B轟炸機對不對 這個B1B轟炸機 我要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它不是傳統的轟炸機 第一個 它是超音速轟炸機 第二個 它上面掛載的 AGM-158B的空對地飛彈 射程多少 1000公里 所以說他在台灣附近演習的過程中 你看右下角這兩張圖 他不只在台灣附近演習 他非常非常故意的 還進到什麼 中國的防空識別區 這兩架B1B的一個 轟炸機的話 其實非常的特別 就是說一艘8月16號 它是從關島的基地 飛到這個航空識別區以後 再折返 那麼8月17號是有兩架 兩架的B1B 這兩架的B1B也一樣 到了他們中國大陸的 內部的航空識別區以後 再回到美國的基地 這兩架都同樣的一個飛行 那麼甚至有人講說 這兩架的一個飛行的話 他們的飛行意義跟所謂的巡邏 或者是偵察好像不太一樣對不對 很簡單 因為這個飛行意義 他講 我講這不是偵察機 偵察機飛到防空識別區的意義是什麼 就像有一個人拿著攝影機 在你家門口一直拍 你會很煩 可是你沒事 可是如果有1000公里打擊距離的B1B 飛到你家門口 就好像拿著一個狙擊車的門 在你家門口瞄準著你的頭 這東西壓迫桿完全完全不一樣 而且他很刻意 這是直接壓迫到了 中國大陸解放軍 而且這時候 這時間點 如果按照央視講的 這個演習的一個時間點的話 其實是故意要做給解放軍看的 當然是這樣子 他是跟央視在坐對面 所以現在傳出來說 為什麼美國會那麼神奇 很簡單嘛 美國的衛生部長 阿薩爾在台灣的時候 你中國竟然那麼不給面子 還派兩架戰鬥機 飛過台灣中線對不對 所以站在美國的角度 今天已經不是保衛台灣問題 今天是有我們美國的大官在台灣 然後你還那麼不給我面子 所以美國是全面的 秀肌肉給中國看嗎 不給面子的 還有這一個是馬上傳出來了 這一個是美軍直接拍到了 解放軍093核潛艇在亞龍灣的照片 這一次是衛星的空照圖 過去的話 美軍也許偵查到你 但是他不會把它釋放出來 這個訊息 現在透過FB 透過各式各樣的拐道 直接把這照片 秀給所有全世界的人看說 我知道你藏在哪裡 這個真的是非常非常糗 因為大家都知道 中國在三亞有的 亞龍灣的潛艦基地 可是原則上潛艦是怎麼樣 都在海底下航行嗎 根本不可能拍得到 所以說這十幾年來 亞龍灣的潛艦 完全都沒有被拍到過 然後竟然在這兩天 美軍釋放出一組照片 就是我們畫面上看到這個照片 觀眾朋友可以看 兩個比較明顯是水面上的船艦 不重要 可是有個黑黑的黑影 這個黑影什麼 是核子動力的攻擊潛艦 這個東西非常非常糗 是第一次被拍到 那美國公布這個照片意思是什麼 告訴中國 I'm watching you 對不對 我正在看著你 你不要以為我不知道你的小動作 其實你的所有動作 我都看在眼裡 我在這個時候釋放出來 是讓你知道 我如果今天可以拍到你的核子動力潛艦 那我們明天就可以鎖定 我要拘捷你太容易 太容易了 我就可以鎖定你的核子動力潛艦 不過現在的話 其實中國大陸碰到的 這個是中美兩邊的一個 武力的一個較勁 那麼秀肌肉 可是實際上在中國大陸內部的話 現在面臨的最大的一個作戰 恐怕是抗洪的作戰 為什麼我們會講重慶 因為重慶是直轄市 重慶它的排水系統是非常好 你看現在重慶的畫面 這是朝天門的畫面 朝天門就在哪裡 就在嘉陵江跟長江的交匯之處 是你去重慶必去的地方 結果現在從朝天門 完全都淹水淹到 它原本有個寒洞 全部都看不見了 所以朝天門的畫面非常非常扯 你看左邊是原本有個寒洞對不對 右邊是現在朝天門的畫面 它原本那個寒洞 直接完全不見 表示這個水淹的幅度有多高 直接淹到朝天門這三個字的下面 這全部都淹掉了 為什麼淹成這樣 因為重慶最特別 就是在長江跟嘉陵江的交匯之處 結果現在長江發出洪風警報 嘉陵江也發出洪風警報 結果重慶等於被長江跟嘉陵江 怎麼樣夾殺 而且重慶有非常非常多的輕軌 去重慶玩一定要做輕軌 為什麼 因為重慶是3D魔幻城市 是個三層 所以很多人都戲稱是3D魔幻城市 結果你看現在輕軌 現在從3D魔幻城市的輕軌 變成什麼 神隱少女的海傘獵水 人家全部都是水了 全部都是水 你看海上獵山 你看觀眾朋友 我們在台灣有坐捷運 你看你的捷運 何時離水那麼近 然後你看所有觀眾朋友 全部都拿起手機在拍照 為什麼 因為從來沒看過重慶淹水 淹成這個樣子 那重慶到底為什麼會淹成 像這個那麼離譜 很簡單 因為現在的第五號紅風 每秒是七萬五千立方公尺 什麼概念 從七月初的紅風 五萬三 五萬四 五萬八 六萬 我們一直覺得了不起的 六萬立方公尺 結果現在已經變到 七萬五千立方公尺 每秒進三峽大壩 那三峽大壩 我們看到它11孔洩洪的畫面 是什麼狀況 11孔洩洪也不夠洩 你看這是11孔洩洪 三峽大壩蓋好到現在 沒有11孔洩洪過 然後你即便11孔洩洪 每秒也只能留多少 四萬九千兩百立方公尺 表示它相差多少 兩萬五千立方公尺的稅 全部都被三峽大壩 堵在這邊了 那當然會往外溢 往後面溢 往重慶南 往四川這邊溢體 所以整個重慶四川 是非常非常慘的 所以習近平現在心裡在中國 壓力一定非常非常大